今天來介紹呢 家裡附近的一個牛布北路 竹香北路這邊的有一個小合體 那家裡附近的人啊 鄰居都還蠻喜歡運動的 那我這一天拍攝的是 確診康復的工作日 那還沒有去上班 家裡附近的這個是雞蛋花 雞蛋花它有白色 粉紅色這樣子 都蠻好看 尤其是早晨這樣一面而來 是一個鄰居 對 大家都還蠻喜歡在這裡 很健康 只有我 其實這條 痾 雖然很合嘛 還蠻多就是外籍勞工會在這邊做一個 吊 那走完這個路之後 我們就會去麥當勞吃個早餐 那早上其實這邊的話 早上只有五十元套餐大概就只有賣 那個麥當勞裡面的那個湯 有一種湯 然後還有雞塊這樣子 就是比較簡單的啦 吃完之後就再走回去這樣子 我覺得吃麥當勞當走餐就是有種鼓鼓鼓勵自己 因為你這樣走過來至少要三十分鐘左右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享用一下餐點是 還是 還蠻舒適的 那灰塵的話 我就有遇到一些狗狗們 像我們家鄰居就會有一隻哈士奇 那小心喔 這隻哈士奇是 是會忘人的 嘿嘿嘿 那沿路還有一些狗狗 籃球場 其實其實這個天氣好的時候還蠻多人來這裡打球的